你是不是经常在后场被对手调球跑不上来 是不是接了两个球就累得上气不及下气 是不是身体想接球脚下却动不了 是不是被别人暴杀只能眼睁睁的看球落地 大家好 我是教你贴地飞行的冲冲教练 上期视频我们明白了步伐解决的是移动击球的问题 也明确了我们只能接到那些能接到的球的重要概念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解决步伐移动的三大难 一是后场上网接吊难 二是往前推底线难 三是横向接杀难 先说一下斜线也是直线 我们只要掌握了直线步伐的要领 斜线自然也没问题 先看第一个后场上网接吊难 为什么后场上网接吊在步伐中是最难的呢 因为它需要我们移动的距离最远 吊球是从后场到前场 我也是从后场到前场 那人的速度肯定赶不上球的速度啊 虽然吊球是有一定的弧线 但吊球是下压球 在羽毛球里面向下飞行的球速度是最快的 所以从后场上网的接吊难度呢 那是相当的大 后场上网接吊步伐一共五步 这五步里面前面四步相对平均 四小一大 最后一步要击球 所以说最后一步的跨步是相对比较大一点 先有一个启动步 然后把中心放在左脚 把右脚迈出去 第一步 一二三四五 然后到位做动作 这只是一个实用的基础练习 但是我到国家队的时候还经常有练这个 说明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内容 希望大家也能多加练习 那学会了刚才的移动步伐 就能轻松上网接吊了吗 这里我告诉大家一个很扎心的结果 不可能 因为很多时候接不到球不是你能力不够 而是没有掌握步伐移动的关键要领 我们都知道 利从地起这个道理 想要做到轻松的上网接吊球 就必须让自己的重心更靠近地面 那我们只需要记住 蹲着跑 低重心姿态 这个关键要领 就能实现步伐移动的贴地飞行了 特级标注 只要掌握蹲着跑的低重心姿态 做任何步伐都能轻松到位 那什么是低重心姿态呢 在球场上我们的身体重心 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高重心 适中的重心 低重心 还有 没重心 很多同学在打球中 重心很高 自己却意识不到 那他们的动作是这样的 更有些同学受到了教条主义的影响 认为接球主动应该高重心 被动才把重心沉下去 这就让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重心起伏很大 而且很突然 并且大部分同学对于下一个球 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 实在是没有太好的预判 这就导致了很多球都已经很逼近我们了 我们才能做出判断和动作 所以身体的起伏就又大又突然 结论就是这样又累又容易丢分 那我们怎样寻找 合适我们准备的重心的状态呢 秘诀就是蹲着跑 保持我们的膝关节永远是弯的 大概蹲到135度的位置 这个数字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很难有概念 你只要记住是从站的状态到完全半吨的状态 也就是膝关节90度完全半吨 在这两个状态的中间就是135度的位置了 因为我们要在移动中向各种方向接球 所以不管你供不供我我都保持蹲着准备 蹲在这个最方便接杀最方便去接第一位球的高度 即使我有机会进攻也是一打完就马上回到这个高度来准备下一球 对方掉球我们已经低重心准备了 球出来的瞬间右脚蹬地启动跑步上网 一二三四最后一步跨步接球 脚后跟先着地 脚尖膝盖对着击球点 同时身拍出球 当我们注重了重心问题之后呢 我的移动就更加稳定和顺畅了 即便是这么长距离的移动 那接吊也不再难了 那我说过这是一个基础的练习 我们掌握了这个要领之后 就可以继续学习各种实战阶调步法 我们再来解决第二难 往前推后场难 往前接完吊球 先垫步后侧 注意这里千万不要先回右脚 垫步是防重复球绝学 在所有的接球之后都要做到的 因为这时候你直接拉右脚回动 肯定是经常吃甲动作 回右脚就会把重心也往回拉 把右脚放在前面的同时 也是保留了重心在前 那垫步的这个时间 大概也就是对手出球的时间 如果你回放 我很容易再次上步接球 如果你打后场 那我就从这个位置转身启动向后走 这里当然也有 侧右脚防重复球的办法 这个就是陶飞克的特有技术了 以后我再和大家细说 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后场球基本上都是弧线来球 而我们人是在地面上直接运动的 球走的路肯定比人远 这是我们能接到球的原理 大家要知道这个原理 也就不需要有恐慌心理 老是害怕自己接不到球了 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保证做到了蹲着跑要领 使我们的重心没有明显的上下起伏 这样移动速度就不会受到重心的影响 也就能相对轻松的到位接后场球 最后我们来解决第三难 横向接沙难 我们已经明白了应该低重心蹲着跑的原理 那什么时候低重心 什么时候高重心呢 很多人说主动高重心 被动低重心 这样说也对 问题是你很难界定到底什么是主动 什么是被动 那高位球一定是主动吗 低位球一定是被动吗 不一定 因为主动和被动它是一个动态概念 如果这样理解 很容易打球的时候把自己搞乱 看起来很有计划 一上场就一团招 所以应该是 接高位球的时候高重心 接低位球的时候低重心 大部分同学在准备的时候重心很高 容易被对手杀穿 这也是接杀防守不好的重要原因 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对方下一个球到底是高还是低的 所以我们必须对各种来球都做好准备 这里引出一个实战中的重要概念 当有多种来球需要防范的时候 我们必须优先防住那种最难接的球 这里就是一个优先级的概念 那哪种球最难接呢 当然是低位球最难接 那低位球基本上就是下压球 从三楼砸下来的一大板 你怎么接 只要我们稍微松懈就很容易丢分 所以保持低重心状态 就是接好低位球 接好下压球 减少丢分的关键 接杀移动中不要跳 不要跳 不要跳 尽量用走的 这个重点呢是先下重心再出脚 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 而且也很难做到 即便你的重心已经压得很低了 你也不能省略这个要理 我们可以多看一下陶田等等这些防守好的队员的视频 他们是每次都会做到这个要理 因为如果你先出脚 就会形成类似于倒下去的效果 像侧面倒下去 这种对于高大队员来说尤其困难 左侧接杀出左脚 能不用右脚就不用右脚 尽量避免转身动作 右侧接杀出右脚 那接杀步伐对于转宽能力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大家平时要多加强宽关节的拉伸 站立的单腿抬起 左手向上提拉 然后右手呢 向下按压吸关节 坐姿战术起身 完全坐姿 盘回来 然后右腿跨出去 然后整个起来 然后做一个拉伸 比如说你做一二三四 然后再做回去 再换一条腿 记住接杀之后 马上要继续回到低重心的准备姿态 如果你接完就起来 再接的时候又下去 那这种移动模式体能消耗很大的 又累又容易被打死 现在我们已经顺利解决了羽毛球移动的三大难题 往下就要勤加练习了 比如说多球全场接球 三十个一组 每次练四到六组 练的过程中一直保持重心 养成好习惯 还有单球的一对一攻防对抗练习 找一个小伙伴 你攻我防 这个目标也是练习低重心状态 不管能不能接到球 都要保持蹲着跑的这个状态 也可以练无球步伐 我们人是肯定喜欢弯腰 不喜欢弯膝盖的 因为弯腰舒服 弯膝盖很累 像这样一直打开腿 有一点半吨的状态肯定是很累的 所以我们要练成习惯 习惯成自然就不累了 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核心和腿部力量训练 我们不愿意重心低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力量比较弱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没有一个很有规律的力量训练 那我们想要养成这个低重心的好习惯 那也要补充一下力量 所以我们在在家的时候就要练习一个弹利带侧向移动的练习 那么这个练习反正加有多宽我们就做多长距离 在这个宽度里面来回的去移动 蹲下的时候要保持到135度上来 135度就是完全站直和完全90度半吨的中间的角度 然后靠 大家记住走一步收半步走一步收半步 反正加有多宽就在多宽的距离里面来回行走 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脚掌朝前不要外拔 脚掌朝前不要外拔 重心落在前脚掌上 再来预备 脚掌脚掌并拢脚指并拢脚指收紧 那这个练习我是个人来说 我是用时间来练的 那我自己练的时候 我大概每组做一分钟 然后休息个两三分钟 那如果说大家强度大一点的话 也可以做一分钟休息一分钟 但是我认为大部分同学可能力量基础没有这么好 所以说不妨先做30秒到40秒 然后你练和休息都是同等的时间 练30秒休息30秒 像胖虎这样的队员呢 由于他的平时训练经常偷懒 所以说他是练三分钟休息30秒 每天光说不练 那再搞一万年也不行啊 你看这几年 著名球星周天成的身体变强了很多吧 那他就是这种移动模式的代表人物 所以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 掌握蹲着跑才是好重心的概念 练出稳定灵活的移动能力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学到了赶紧一键三连 点赞投币收藏吧 本期点赞过五千的话 我们这周马上给同学们赶出下期步伐教学 太极丹的太极区域 步伐的还原与回味 好了同学们下期再见拜拜